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辨别所谓清代雍正时期的 竹林七千文婉他的真伪 我们看瓷器的真伪 除了要看这个气形 从太佑看这个材料的发色 还要看他的文饰布局以及绘画 还有他的圈足 那么今天的重点的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真正道代的雍正时期的这个文饰的绘画布局 和这个仿品的这个对比 大家看 无论是从第一针的这个到后面 都可以看得出来 无论是从色色上 还有他的这个粉彩的这个渲染上 还有他的这个人物开脸上 这个仿品做的都是十分的差 无论是在他的这个 衣服的色彩上的这个渲染上 还有就是其他部分的绘画上 都是跟这个雍正时期差距十分巨大 另外呢 我们看他的圈足和他的款制也能对比的出来 我呢在一个视频当中的特别提到了 清雍正时期他的这个写款特别是写清花款的时候 因为他用的笔和其他朝代的笔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他有他自己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 大家去找一下那个视频去看一下 就知道了 他用的笔是不同的 那么现在呢 很多的做仿品的不知道这个秘密 所以呢 他写出来的永远达不到雍正时期的那个款制的那种写法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大家经过这个对比呢 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来 这个在绘画上 还有材料上 在材料的辨别上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 房铁呢 在粉彩上 仿这个雍正时期的 要么是过于的这个农业 要么就是过于简单 这个也是他现在做不到的 只能是要么是过 要么是不急 这也是一个鉴别要点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